這個減 那個PAT 唯獨是它 求價不求難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新進發展商諾峰集團 逆市高價推出Elise Park 首批尺價26,000多元 不單比附近的新樓足足貴了三成 入場的一房單位更加挨近600萬 究竟項目的地點以至開織 是不是像發展商所說物有所織呢 今集就會分析一下 對於這一口夾 你們有怎樣看呢 不如留言說說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另外也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今晚隔壁的鐘仔 Elise Park是諾峰集團第一個發展的住宅項目 公司在2012年成立 以往多做翻身和拆售功效為主 雖然是本地發展商 但香港人未必那麼熟悉 至於Elise Park所在的仔衣家181號 前身是一棟超過40年的舊樓 在2020年遊樂峰集團 火牌私人財團以3億1千萬收購 總投資額超過6億 以可見樓面面積29700多呎 推算每呎成本要2萬元 高價入貨即是說發展商都比較難用一個低價策略開盤 同時都會限制了以後的減價空間 重建之後 Elise Park樓高大約25層 單棟樓沒有車位 地下是大堂 1樓2樓是店舖 3樓有些康樂設施 包括健身設備 消耗區等等 5樓開始才是住宅 項目只有52房 標準單位涵蓋1房到2房 五關的日期是2024年6月 樓花期不夠半年 Elise Park的確實位置在花墟附近 在樓盤望外對面已經是Moco商場了 經電梯上來之後 穿過商場就到旺角東站 全程不用5分鐘 項目首批30房 設施平均尺價26,688元 製用面積介乎243至341呎 設施樓價由大約599萬到951萬 全數入於九成岸保門檻 找來同樣鄰近港鐵站的市區盤對比一下 距離旺角站6分鐘報程的溫蘇號 2021年4月推出的時候 首批尺價大約21,500多元 而距離太子站10分鐘報程的Largewood 2022年8月的首批尺價 都是20,800多元 過去幾年樓市有電舞升 不過Elise Park的首批尺價 反而比起以往同區推出的新盤 高出2.3至2.7 可以說是逆市高價開盤 Elise Park提供最高4%的職工折扣優惠 見期會少一個百分點 看看項目的入場一房和兩房的樓價 244呎的一房 職工折扣樓價大約是599萬 借進九成按揭 每個月要供26,700多元 月入要超過55,000元 才可以通過壓力測試 至於入場的兩房單位 就用面積326呎 以職工價855萬計 月供38,200多元 月入要求去到差不多8萬元 買來收租又怎樣呢 參考我們的28House網站 One Soho的赤租去到60元 推算Elise Park的一房單位 月租去到14,600多元 在未扣除管理費前 可以有近三里的回報率 貼近大市水平 不過剛才的推算是基於入場單位 那樣計 樓價越貴 回報率自然都越低 投資者要留意 就在Elise Park公佈價單之後 Largewood馬上將三間259呎的高層一房單位 由700多萬 減到大約699萬 進一步貼近Elise Park的高層單位價錢 同區還可以選擇的新樓貨尾還有One Soho 入房不夠一年 找來樓價差不多的一房做對比 One Soho的單位 樓層高些 亦會多了一個工作平台 購入這裡面積之後 同一個樓價可以住大50呎 睡房和廁所都會大一些 不介意買二手樓的話 距離旺角站大約5分鐘暴停的Sky Park 樓齡大約8年 現在二手放盤的叫價 每呎由大約16000至18000不等 開價之前 樂豐已經事先說明 是求價多過求量 開價之後 基於樓盤的先天和後天條件 集團形容首批價錢 是物有所值 先天條件沒有改變 我們先分析後天條件 說的是樓盤的開織 以至是單位的配置 Alice Park主打一兩房單位 得少量的特色戶 有三房價格 仔細一看 標準一房 全部都不過250呎 相當於一般開房式單位那麼大 而標準的兩房 更是小過400呎 比一般新盤的開織都還要小 表面上單位面積不大 不過布局上有沒有用盡地方呢 或者可以來裝飾倫敦廣場 參觀示範單位感受一下 先看一房間價 以18樓B室做藍本 使用面積243呎 第一張價單沒有推出這個單位 參考高一層的B室 這室樓價大約是662萬 為每一呎超過27000元 估計單位最終的定價 有機會貴過其他的一房 嘉欣這個 是有裝修無改動的示範單位 即是會連上傢俬裝修感賣 全屋就有簡約設計路線 沒有紋磚 配米白色的長身 單位細細 在一入門口這個圓關位置 已經有個鞋櫃仔 而且下面有張隱藏式的椅 方便出門口之前拉出來起著著鞋 鞋櫃對上有中空設計 有電插了可以放手機在充電 走出一點點 見到鞋櫃其實是廚櫃延伸出來的一部份 廚房是開放式設計 以木色和灰色做主調 不過放完煮食爐和升盤之後 就剩下不多工作台面 廚房回到做兩部份 就是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的左右兩邊 其中雪櫃和蒸爐都放在這裡 變了煮起食上來就要兩邊走 未必說這麼方便 廚房已經配備了一系列的歐洲品牌家電 電磁爐、抽油煙機 和洗煙乾衣機 放在同一邊 另一邊的雪櫃 都不是酒店式的雪櫃仔 有一定的容量 不過蒸爐都挺近地面 用起來都要彎一彎要 大廳情長型開職 靠近廚房那邊 放了張二人餐桌 請朋友上來的話 也可以拉出來 變成一張長桌 再前一點就是梳化和電視機的位置 特色牆上面的碑燈 可以用來區分客販兩廳 廳區面積 接近80呎 進頭雙連一個21呎的露台 露台現在就弄了一張梳化仔 還有一個擺杯的位置 但你看到放了這些傢伙之後 都去了整個露台一半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就未必會放傢俬 而是會利用這個露台去種一些小植物 這裡有一樣設計都挺實用的 就是上面的電子星降浪三架 就算買入的是清水單位 住戶都可以考慮自己安裝一個 快快進來室內繼續參觀 同一處其他B室 在廳和房間中間原跡有牆 大設計師就把它拆掉 現在就用了一個層架去取代 而在中間這個電視機也可以轉動 無論在廳和房間都可以看到電視 不打通廳房的話 這間房原先有大約55呎 小過一般新盤大房的75呎 不過都夠放雙人床 衣櫃 和一個小小的床頭櫃 單位小了 要增加儲物量 不向高空發展的話 地台床或者是一個選擇 但要在這裡拿一些東西出來 就未必那麼方便 或者只是比較適合放一些 不是那麼常用的東西 至於一般新盤睡房常見的工作平台 Elise Park整個盤都沒有 不用預留進出空道 空間就更加健洗了 睡房的用飾都被客廳沉實 營造沉區氛圍 最後看看廁所 紅色鏡櫃 配森灰色的洗手盆櫃 走型格路線 不過棋杆就略嫌小了些 看來200多呎做一房 浴室是其中一個犧牲比較多面積的地方 然後看看兩房間隔 以18樓A室做藍本 使用面積341呎 設施樓價大約是941萬 為每一呎27600多元 兩房單位以清水格局示人 買家看完之後 可以更加清楚大部分單位的交樓標準 全屋鋪了無紋磚 輕區面積比起一房單位大約10呎 有大約92呎 樓層高度也去到3.3米 比一般的3.15米都高一點 靠近露台那邊形成客廳的區域 看電視距離有大約2.3米 客廳兩邊長身都有電製位 可以靈活佈局家具 但如果仔細點看看 兩邊長身的深度都會有少少不同 這一邊就會深一點 所以如果要擺梳化的話 這邊就會比較合適 客廳外接一個23呎的露台 而且配有落地玻璃大窗 相信採光度都不錯 不過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多一隻通風窗 就會更加好 走出來露台看看 呈牆形開織 鋪了灰色地磚 牆上面都裝了碧燈 廚房放在大門口的後面 上下兩邊都有廚櫃 分別做了木色和淺灰色 而工作台面就用了黑色的石材 在佈局上 這個廚房看起來好像一個緊廚 但其實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入到來都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這個工作台面放在其他的廚房家電 好像電飯煲一樣 可能都未必說很足夠 賣家就可以考慮用發展商的這塊面板 去增加一些工作空間 至於家電方面 配置同一房單位一樣 同樣有雙頭電磁爐 秋油煙機 洗衣乾衣機 蒸爐等等 不過同一個雪櫃 放在兩房就可能未必夠用了 沙面長身的廚房設計 可以減少油煙對大廳的影響 不過相比一般新盤的兩房單位 這個廚房都是小了少少 轉過來看看廁所 有窗通風 用了不少深色的石材 走時尚型格路線 雖然企缸大過一房那個 但洗手盤同樣都比較迷你 雖然廁所設備齊全 但你看到入到來之後 都不多走動空間剩了 不過儲物空間方面 其實見到發展商都盡量 利用這邊的長身去收納的位置 除了鏡櫃之外 伸延到過來這邊 都還有一些層架 接下來看看沉區 兩房打斜角地放 省下走廊位 先進來大一點參觀一下 大約有60呎 配有落地玻璃幕牆 增加採光度之餘 亦都有助引入室外景色 這房間開席都試正 最大腦的傢俬擺位 就是靠牆這邊擺床 又在大門口旁邊的長身擺衣櫃 轉過來細房參觀一下 有大約42呎 跟一般新盤的細房都差不多 除了玻璃幕牆之外 另一邊的長身都有隻轉角窗 可以加強通風 對比剛才的房間 這房間的開式就沒那麼試正 會有多些凸凸的位置出現 其中一種傢俬擺位 就是靠近這個凸位置放一個衣櫃 由這邊就打直放一張床 但你看到這邊還有一個凸凸的位置 所以可能都要訂造傢俬 才可以用盡每一吋的空間 這房間的長闊都超過兩米 所以除了剛才所說的擺法之外 床都可以橫放在玻璃幕牆前面 買家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看完這兩個示範單位 基本上已經看完樓盤大部分的開職 加恩以標準樓層地計 一層只有三個單位 我們已經看了A室和B室 剩下的C室一樣是兩房間隔 不過開職就很不同了 第一 兩間房放在大廳的左右兩邊 主人房雖然小過A室的那一間 但整間屋都沒有走廊位 空間更加健洗 第二 廚房沒有做到類似近廚的格局 而是做同一房單位 差不多的開放式設計 我自己就覺得 C室的開職比較可取 因為廚房旁邊有窗 可以有座排走油煙 而且兩間房和大廳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不會一前一後 房間的採光度都會好一點 第一張假單裡面 發展商只推出了六間屍室 而且集中在中低層的單位 設施樓價由大約855萬到899萬 另一款兩房的A室就有10間 設施樓價由大約885萬起步 一房就有14間 設施樓價最便宜由大約599萬起 最貴去到大約678萬 分析完後天條件 看看先天條件 Elise Park所在的旺角區 大家都很熟悉 無論是買東西 還是交通方面 都非常方便 就在樓盤附近的Moco 裡面除了有各式零售商店 以及不同菜式的食市之外 更加有一田超市 可以滿足到飲食 救物需要 另外過些花園街街市 有齊乾貨、濕貨 想買菜的話 都有不少選擇 至於交通方面 Elise Park 除了鄰近旺角東站 距離太子站 一樣是5分鐘步行範圍之內 除了鐵路 Elise Park 樓下都有巴士和小巴站 有路線 可以去黃大仙、尖沙咀等等 景觀方面 項目東面是伊利沙伯中學 由於校舍不小 有籃球場和足球場 看這邊的話都算是挺開揚的 所以Elise Park 全數單位都扭向東面 來爭取最優質的景觀 其中由於最近足球場的 私室景觀最好 至於要留意的是A室 其中一間房間的轉角窗 會面向旁邊的伊利沙大廈 大廈樓高13層 估計Elise Park 15樓以上的單位 之前可以高過伊利沙大廈 細房可以有開揚少少的景致 總結Elise Park的優點和要注意的地方 項目的地理位置不錯 買東西方便之餘 亦都有鐵路優勢 相比一般市區本大部分望樓景來說 Elise Park 以學校球場景為主 都算是開揚 不過項目開席偏小 標準單位 全部都不過400呎 比較多家庭成員的家 就未必合適了 而且首批以高過市價登場 市場上面 有其他更加大更加便宜的放盤選擇 亦都減低了樓盤的吸引力 大家對於今集有甚麼看法 不如都留言說下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最後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下我們 想知道多些Elise Park的資訊 可以scan現在畫面見到的QR Code 又或者click入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 睡眠的確知 玩χ 1 2 感谢观看